下面我讲关于这次疫情的发起到现在的总结 这次国内的疫情在发生之期 正是我们加拿大辽宁总商会春晚结束的时候 那么我们春晚结束接到国内求援的信息 我们加拿大辽宁总商会做出了坚定的倡议 发起加拿大乃至北美辽宁籍的华人华侨 为祖国捐献捐赠收集医疗物资 我们也完成了足够的物资 运往辽宁辽宁慈善机构 我们这次捐献接近20万加币 乃至同比人民币100万左右 捐献到祖国 捐献到武汉 捐献到辽宁 那么现在国内的疫情转好 非常乐观 这是我们海外华侨 期待期望 我们也非常高兴 不过现在疫情也转到了北美乃至加拿大 昨天加拿大政府也发出了紧急通知 让我们全民去抗疫情做准备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呼吁 所有的华人华侨 这个期间不要往国内跑 不要回国 不要再给祖国征填麻烦 我们为祖国尽了最大的努力 做出了巨大的共情 收集所有能收集的医疗物资 捐献到祖国 我们有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现在在这个时期 在加拿大抗疫情时期 我们要坚定信心 我们也有能力 做隔离 做抗疫 不要往祖国跑 不要再给祖国征填麻烦 让祖国保持在良好的状态 保持在我们贡献的成绩乐观之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